运动员们经常会在赛场上度过自己的生日 有时是胜利和鲜花 有时是失利和泪水 昨天是福建女排队长庄宇山20岁的生日 福建队在2023全国女子排球冠军赛 总决赛第二轮与天津女排的比赛中 一比三落败 庄宇山泪洒赛场 这是赛后采访时的一幕 庄宇山还没有开口 眼泪就掉了下来 在记者的安慰和鼓励下 她调整情绪 就是场上发挥的话 还是有点令自己失望 就是连续追分的时候 对方然后自己没顶住 福建女排 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她们在分战赛阶段 三次战胜老牌纪旅上海队 制造了一连串的惊喜 昨天福建队迎来总决赛第二个对手天津女排 两支队伍第一天都输了球 本场都不能有失 4月28号 刚好还是庄宇山的20岁生日 小姑娘很想为自己为球队拼下一场胜利 只可惜对面的天津女排 底蕴更强 哪怕李莹莹不在队中 这支球队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仍然要在福建队之上 最让庄宇山遗憾的是第四局 福建队曾经以9比3 16比10领先 但还是被天津队冲破一船 完成大逆转 王毅竹多次贡献关键得分 其实我们输了小菊什么的 也都跟自己说先别放弃 把这个比赛能赢是赢 然后大家都一起把劲往一起使 然后大家努力去拼每一个球 总决赛的话就没有 就是就没有不可能会有弱的队伍吧 就每个队伍都要全去拼 就是我觉得我们算是 这四个队伍里面算比较弱的 优势也没有比别人强的队伍 就只能去拼 输掉比赛的庄宇山 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其实同样面对不容有失的比赛 天津女排在心态 信念 关键球的把握能力等方面 都值得福建队学习 他们还是就面对落后的时候 还是手头上会比我们更硬一点吧 就可能是冠军队伍的底蕴吧 这只是一场排球比赛 胜与败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都会值得总结与思考 再后 当庄宇山从王毅竹身边经过时 两人进行了交流 她的这个20岁生日想必另有收获 我觉得她很努力 然后在场上也很有激情 然后之前他们打亚洲杯的比赛当中 我也看过一些片段什么的 我觉得在她这个年纪 打这样已经很好了 今天有点小遗憾吧 我觉得就是没有 第四局没有摇下来 但是也会成为你成长的 宝贵的财富吗 难忘的生日吧 对 对